大家好 今天是7月16日 星期二 股市乘折昨天的跌势 今天進一步反覆回軟 而且指數亦相繼再度跌穿10天和20天 待會再做分析 先看看今早的市況 恆指早市先是低開170點 去到17845點 之後曾經有少少後秋見過17899點 但沒有大作為 買盤不足 當然是最主要的原因 加上零稅的股壓就滲滲湧現 結果去到上午11點半左右 指數一度跌了285點 低見17730點 以指數在17730這刻 技術上已經跌穿20和10天線 因為20天線在17918點左右 而10天線在17825點左右 就是說單單看移動線方面的走勢 現在指數是反覆在50、20和10天線之下 向下看的比較關鍵的支持 第一組是100天線 大概在17537點 看低一點就是250天線 在17488點 可以這樣說 指數如果沒有再進一步跌穿100和250 最多就是反覆大遠 但一旦出現一個跌破的訊號出來 情況就完全不同了 因為看低一點就是今月9日的低位 17376點 在成交持續偏梭 買本不足的情況之下 只要零碎高壓持續深深的湧現 市況已經可以輾轉反覆 逐步下降了 這個已經講了很多次 大肆遲遲不難究 出現一個量力的升勢 主要原因就是買本不足 7月份暫時仍然是先低後高的形態 指數仍然是由9日的低位 17376 升到12日的高位18317 即是今月的波幅仍然有941點 也一次再講 一個月的高低位 一般來說是不應該同時出現在4個交易點之內 加上941點波幅仍然是小的 假設今個月最終的波幅有1100或1200點 即是指數五川頭就破腳 當然一定會走一頭 問題是走哪一頭 如果向上下 首先要看成交禁止 你要有足夠的買本作一個推動 股市才會升 簡單說 幾隻主要的重磅籃籌要有資金去推動 才可以拉動指數向上升 這個道理很簡單 相反來說 反覆回落就不需要資金 你沽貨 你扔兩手貨出去 你拿錢而已 你心急要拿錢 甚麼價都好 還有少少幫我沽賣它 這樣已經可以令市況持續低迷了 在這樣的環境下 任何短線的操作 真的要小心 風險局你何時都要做好 反正你買哪一手貨 你都不會賺大錢 可能贏的都是十格或者八格 反過來輸六格八格 你都要理性離場 反正是短線的操作 因為大市暫時是沒有方向的 到底向上突破還是再向下反覆 大家都不知道 不過現在我也再說一次 由5月20日開始 市是出現一頂低於一頂 因為再低一點的高位 就是5月28日的19,000點 再低一點就是6月5日的18,724 再低一點就是6月20日的18,520 比較近榜的就是今個月12日的高位 18,317 即是每個低位都會緩步急急下降 形態真的不是太過理想 市當然是反覆大雨 唯獨市內銀股走勢 都還是比較頑強 最低限度都屬於一個在高台整固的格局 其中健康的走勢我覺得是比較好的 當然中線的部署就沒有所謂 短線的操作都要看緊一點 如果想買一些健康做一些短線的操作 又不想買淨股的話 就可以考慮升展一隻939健康的擴輪25720 它會出擊的時間 融動的資金成本比較便宜 行使價是6.99 到期日是明年的2月 槓桿大概是9倍 建行939如果是5.5 25270這隻擴輪大於1毫1線 如果建行股價見到5.7 25270這擴輪有機會見到1毫5指 潛在升幅大於29.3% 當然如果建行售額低見5.4 25270這擴輪也會跌到9,4 潛在跌幅大於19% 相關資料當然是由升至提供的 相關資料當然是由升至提供的 已經嚴謹 命令中攝影響 空調去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